考古专家拍下的这张照片 记录了兵勇手握长兵器的姿态 历经2200多年埋藏 兵器木兵早已腐坏 但兵勇紧握的手势未改 力量感依然十足 据介绍 兵马勇一号坑第三次发掘 已发现几十件长兵器 这长兵器啊 它一定有两部门组长 或者三部门组长 它有头 有杆 有尾 尾这个地方 它一般有两种形的 一种是椭圆形的 一种是圆的 像毛呀什么的 它是要圆口 比如说像蛤呀 脊呀 它要是椭圆的 它又是凭这个手啊 握着这个瓣 它就能知道方向 在我们这个发掘当中呢 都是椭圆形的 我们只见了一个圆形的 那这个圆形的 我们可能还有新的认识 它是不是脊杆上用的呀 不一定是这个兵器上用的 综合研究后 现在考古专家初步判断 本次发掘所发现的长兵器 只有P和脊这两种 据介绍 P是将类似短件装在长兵上 与现代的刺刀相像 此前考古发掘 秦永坑曾出土青铜P16件 这一发现还定证了 过去将P视为短件的错误 而脊是前毛后割的组合体 所以我们认为 永坑里边的长兵器 主要是应该是皮跟脊 像这个皮 我们认为主要是 借则永在使用 脊呢 应该就是原济永和 扁济永在使用 在短兵器方面 考古专家拍下的这张照片 则记录了 勤永佩戴青铜剑的最初姿势 短兵器呢 我们主要是这个 发现了有青铜剑 整个永坑发掘到现在 只出了一把将近有十分剑 我认为它就是81厘米 我们这次出的剑 出了五把完整的剑 都是士兵使用 它长是在88至91厘米 它有一个非常非常好的 就是我们发掘的时候 那个剑就在永的身上挂着呢 原始位置都没有动 而它各个副件都在 太珍贵了 那么这个就解决什么问题 一个我们的剑是标配 就是每个士兵都会戴 第二个说明这个剑的 开戴方式 一共两人就在这挂着 另外 配剑永的发现 还未解决另一个历史谜题 提供了新线索 史记《刺客列传》记载 公元前227年 燕国太子丹策动荆轲刺秦 王复剑碎把以击荆轲 当即断旗鼓 锋利的秦剑 因此名造历史 经过刺秦王的时候 这个王复剑 秦王剑是怎么背着呢 有人说在后背背着 要不然怎么复剑呢 我们认为这个可能不对 现在我们这个出来之后 就非常明确的 解释了这个问题 剑就是在腰间挂着 他一定要把剑推到后背 从后背把剑拔出来 这是永恒中第一面盾牌 三捆青铜剑正骑马仿 一把碳化的弓弩 倾倒在兵涌残片中间 本次桃谷发掘 前代远射兵器的真实面貌 也变得清晰起来 远射兵器 我们发现全部是木 我们以前发掘的时候 出现了两根木头 大概长40厘米 直径大概是在3厘米左右 过去有两种解释 一种认为这是弩上的支撑木 另外一个认为它是一个铜 里面支撑的一个东西 那个铜实际上就是个大袋子 就类似于咱们那个网球拍 外面那个袋子一样的 我们这次发掘当中 也出了一个完整的袋子 1米3左右 最宽的地方大概30多厘米 所以里面它是不需要 这两根木头的 后来我们把这个东西 查了资料之后 我们判断它叫庆木 就是在工录不使用的时候 把这个木头加上 它工就固定死了 这个工是一个保护 解决了这个谜团的问题